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到了一个男神 然后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然后天亮了 第二日天光微亮 你缓缓睁开眼 眼前便是一幅美男春睡图 顿时令人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他剔头的紫眸闭着 侧眼精致俊美如玉雕 那容颜太美太虚幻 凝神才看细看 你心中暗道 若是日日看着他 长此以往 非得心脏病高血压不可 轻叹一声 月华君的扇子 月华君的扇子般的睫毛 微动 你手不听使唤的 伸手去碰那如玉般的面容 你就爱摸人家 穿人家睡觉 你就爱摸人家 世间 怎会像你 世间怎会像你这般的男子呢 他是不是少了个字啊 世间怎会有像你这般的男子呢 你一定是专门来诱惑我的 诱惑一是劫难 是吗 完了 月华 月华睁开双眸 你顿时收回手 吵醒你了吗 没有 月华君轻轻覆着你的手 神情始终清淡如水 说出的话 却将你脸红心跳 灵儿 嫁我为情 你整天就会说这一句话 是不是 你 你怎么和那鹦鹉似的 木头木脑 老实重复一句话 这是宠类主人形 你心中紧张 一般羞涩 一般不安 这一切太好太快 恍如一场美梦 鹦鹉 月华君似有不解 你内心疑惑 看他模样倒也不像作假 你不认识刘儿吗 是人皆知 他是你送我的礼物 还有那些过往 你为何不肯告诉我 月华君微微失神 我 自我闭关之后 不知为何 便忘去了往昔之事 与你一般 皆是个混沌客 但是我心中 却始终有一个声音 提醒着我 提醒着你 我的誓言 无法忘却 我只记得你 你文言一征 原来他真的忘记了 凌儿 嫁我为妻 你一直会说这句话 你是复读金吗 我们答应还是犹豫 等等 我没有 我没有看那个 我看不到你们说话 稍等啊 稍等 稍等啊 你们等一下再告诉我 好了 来你们告诉我吧 错字一半 对刚才那个应该也是错字 来我们 我们是答应他还是犹豫啊 犹豫啊 为什么 你眼前有个帅哥 他要你嫁给他 你不嫁呀 先存档啊 为什么其他人都不说话 我先存个档啊 存在这里吧 我觉得啊 我觉得应该是犹豫 因为我总觉得啊 我们跟他还不是很熟 虽然说已经睡了一晚 虽然说已经睡了一晚 但是吧 还不是很熟 但是仔细想想 已经睡了一晚 以后估计也嫁不出去了 是吧 我们到底是答应 还是犹豫呢 又是个美女 你就答应了 大家都觉得犹豫啊 都觉得犹豫 那就犹豫一下吧 犹豫 你心中仍然疑虑 对不起 你再让我想想吧 月华君文言 有无不悦 微微点头 你心中淡淡愧疚不安 天空灵气 灵气阴晕 不过几日 你便成了条米城 有月华君为伴 真恨不得日日 君王 我春踏 你 这日 运过早膳后 木东行李报道 金凤公主来拜会你 金凤公主是谁啊 金凤公主 见你疑惑 正在下斜的月华君回头道 金凤乃是先帝的 第七地基 第七 那算是我的干姐妹了 零儿若不想见 便叫木东推脱了吧 不用不用 我见见去吧 你起身而立 月华君突然走近 伸手靠近你 你顿时脸上一红 这呆子般的人终于聪明了 不过眼下都是工人 也太羞涩了 月华君微微一扶 手又伸了回来 原来是一半粉色的花瓣 或许是外面飘来的 又是一年花开时 你微微失落 零儿会陪着我 看尽花开花落吧 月华君 温润远眸看着你到 你心中一动 嗯 花开花落 人如旧 只愿君心 似我心 你刚到大殿 迎面便铺上了一个肉团子 哇 吃过东西看不见了 你手足无措的喊道 头上的东西像八爪一样 八都八不下来 桃儿还不下来 哦 这有一个 小萝莉 一声 月耳清零的女声响起 里头上的东西才跳下去 定睛一眼 原来是个粉雕玉琢的女娃娃 一蹦一跳的 进了眉眼笑脸的女子怀中 想必这位就是金凤公主了吧 四皇妹妹 多年不见 你怎么变成一棵草了 你顿时黑心 这公主什么眼神明明就是隔卫包花 地鸡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金凤 姐姐两声 姐姐 同情地看向你 你怎么叫我地鸡啊 你以前不都叫我七姐姐吗 顿时你摸了摸头 七姐姐 我已经记不得以前的事情了 啊 这样啊 不记得也好 回忆繁重 你这般落得轻松 不过 你还记得月华君吗 你们倒是注定的一段 连他也是 这百年来 似乎变了个人一般 像块木头似的 金凤摸摸女娃娃的头 希望这回你们这段姻缘终得善果 娘亲 我们快去龙宫玩吧 金凤娃娃点点头 这孩子是七姐姐的 真是可爱 妹妹过去不是很喜欢桃福吗 啊 等等 妹妹过去不是很不喜桃福吗 啊 不喜欢吗 怎会这么可爱的孩子 你微微疑惑 顿时心生一念 惊到 这不会是月华君的孩子吧 金凤顿时咳嗽了一声 妹妹你真会说笑 这是我和地府的一个阴丝的孩子 只是我父君一直不肯认 二公主和地府的一个阴丝 生了个孩子 好吧 那个阴丝一定长得很帅了 为何 因为他父亲身份卑微 当初父君将我许配给的是 眼鬼王 这也不对啊 眼鬼王应该是地府的 地府的王吧 王八 没有八 没有什么 一个公主耶 天上的公主 为什么要驾到地府去啊 我不懂哎 颜罗王是吧 那再怎么应该嫁一个什么哪的神仙啦 或者怎么样啦 对吧 也不至于一个天上的公主 怎么就非得嫁给地府的人呢 但是鬼王性情暴力 我心不血 反而那小阴丝日日的我欢心 我便与他撕定了终生 你听完之后心头微惊 我赞同 我赞同 我觉得公主 你 你这个什么 你拒绝包办婚姻 是吧 敢于自由恋爱 我是赞同的 姐姐真是敢爱敢恨 妹妹真是有些不同了 情这一字 叫人干场寸断 却也甘之如鱼 你心中微动 它归为第七地计 本是金枝玉叶 却偏和一个小阴丝在一起 被先帝不悦 想来天宫便是无限可以交谈之人 所以才来的吧 娘 我要去看龙印哥哥 陶夫喊道 金凤摸了摸他的头 好好 这就去 龙印 你莫名觉得有些熟悉 不错 今日是卫和龙王龙印上任之日 妹妹若是无事可怨同去 你见金凤威威 蜥蜴 便笑着点点头 柳儿无法入海 你便将它留在了天宫 哇 我们下海了 我们真的是 我们自从穿越以来 先是去了 先是去了魔剑 然后就上了天了 现在又下了海了 围准哪天又要去地府了 我觉得 对吧 围准哪天是吧 跟着七姐姐是吧 去穿穿门啊啥的 难得再回人间 你也乐得自在 不过卫和原来是一条贫瘠的小河 却不知 为何能让地基亲至 金凤听你疑惑 柔声道 卫和龙王龙印 本是先帝亲风的南海龙 南海龙三太子 但是他离京叛岛 胡作非为犯了天条 被捉回出仙台 受了一 受了一重 夜火焚烧之邪 还被南海龙王断绝关系 除去了族籍 除去了族谱 这几日才恢复些许 被父君打发去 渭河做个龙王了 听起来倒像个顽固子弟 自作自受 龙宫内草木悠悠 自有一番景致 哇 好大的珍珠啊 你眼见地发现了一颗 闪闪发亮的大珍珠 不会一颗繁珠而已 妹妹惊讶什么 金凤见状疑惑道 你急忙打个哈哈过去 看到这 这种珍珠二十一世纪的女性 根本把持不住啊 你心中暗道 待会儿一定要回来娶 我们真的是没有见过世面啊 我们真的是没有见过世面 你与金凤到达龙宫 来赫的仙家寥寥无几 都是些小心军土地宫 金凤出现着实蓬毙生辉了 众仙皆惊讶不已 哇这是谁啊 我说小哥哥 你长得为什么这么 gayly gay气的 你怎么涂了口红啊 你口红的色号是什么色号 珊瑚色吗 哇你这眼睛 你这美瞳是什么牌子啊 哇塞 你这鸡毛妆也不错呀 你要给他配一个gayly gay气的声音 地鸡真是美丽动人 不过旁边那位草精是哪位仙有呀 你顿时黑线 我明明说花 花 金凤无嘴一笑 向周仙家介绍了你 顿时满座皆惊 原来是天女呀 久仰久仰 天女的气质果然很特别呀 很特别 这不是变相的说自己丑吗 嘿 天女算什么 我跟你们说 你们是没见过百年前月见谷的那位 那可真是美煞了呀 哈哈 就是脾气差了那么点 一个土地宫 打扮得抱着酒不道 这宫女长得倒挺好看 胡说八道 这土地宫又喝醉了 两位不要见怪啊 金凤微笑着事意无妨 宴席进行到一半 作为主人的卫和龙王 都不见身影 也不禁心生疑惑 这群醉鬼也实在无趣 好儿跑哪儿去了 这丫头 姐姐莫慌 左右无视 我帮你去找找 也好 那便麻烦你了 她应该不会跑出龙宫外的 你准备去哪里找呢 我们去哪里找 左边还是右边来告诉我 你们觉得她会去哪儿 我能存个档 万一找不着呢 万一找不着 然后这孩子一丢再出点什么事情是吧 左边 为什么呢 只有柠檬跟我说左边 你们别人都没有什么意见 男左女右 有人说右边 有人说上边 没有上边 看什么玩笑 偷珍珠 可是 可是偷珍珠我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我们上次走的是左边 我们这次 还走左边 啊不对 往这边就走出龙宫了 我们要去找桃 桃福 那就是右边 她自己去右边了 还挺贴心的 我看到桃福了 她走进了一个房间 龙鹰哥哥 原来你在这里啊 是你啊 出去 我讨厌小孩子 冷冷的声音却充满了磁性 出了很磁性 是你 我讨厌小孩子 什么鬼 听到耳朵都有些发痒 诶 是你啊 小龙人 你刚跨进去 便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 一身红衣 近朗惊人 卧在床榻上 端是好看 是你 你个王八蛋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你顿时毫不犹豫的 仿若马二哥二代咆哮 和我冲上去 你 龙鹰微精 任由你 抓着他的衣精 就是这个家伙 害自己穿越到这里来 还变成了什么狗尾包花 回去 让我回去 龙鹰顿时咳嗽不已 天女阿姨 你干嘛欺负龙鹰哥哥 他都受伤了 陶芙顿时哭道 一睁住 仔细一看 这家伙身上 是有骨血腥味 还有烧焦的味道 原来是一条烤龙 我没事 还死不了 你哭什么 龙鹰神色微微缓和地 摸了摸陶芙的头 其实你很喜欢小孩子吧 一下意识说道 对时龙鹰脸上一红 又恢复 又恢复冷清道 才没有 小鬼 你出去 吵得我怎么养伤 陶芙还是眉开眼笑了 一咕噜就跑了出去 喂 你可让我回去 我要回现代 我要买 我要新买的苹果笔记本 还没用热乎呢 一见陶芙走了 顿时横眉冷树 回去 这里不就是你真正的地方 龙鹰冷冷的 原来你就是那个回来的四皇天女 我还倒是谁 真是命运弄人 什么真正的地方 你什么意思 你疑惑不已 就是你回不去了 你 你怒气生疼 恨不得上去撕开他那张脸 不过看他也是个伤员 下次再说吧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你转身欲走 突然被拉住 姐姐 别走 哎呀 我什么时候拖累 多了一个头上长脚的弟弟 难道你还没想起来吗 不该啊 我已经 带回了你的魂魄 难道还有 散魂在别处吗 龙鹰自言自语道 什么魂魄散魂 我可没有头上带脚的弟弟 或许顶多有个头上开花了 你快放开我 我不放 姐姐 你一点都不记得我吗 百年前 南海之边 姐姐曾 从南海大皇子手中救了一条小龙 还遗失了这块玉佩 龙鹰缓缓拿出一块玉佩 怨竹 岳华 刘赵军 倒是有些眼熟 这难道 不是和岳华军那块是一对吗 这一切千丝万缕 似乎要揭开一个历经百年的故事 你却始终看不清面纱的背后 你接过玉佩 看了龙鹰一眼 我救过你 嗯 那你还害我 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王八蛋 你对时揪着她的一亲 姐姐 我疼 松开她吧 她还受着伤呢 有人说 她俩有玉佩 她俩才是一对 这好像不是一个丹美的故事 李文言立刻放开她 怎么了 我碰到你伤处了 姐姐还是舍不得伤害我 龙鹰轻声道 姐姐 你真的要和岳华军成亲吗 关你毛现实 姐姐终究还是喜欢她呢 龙鹰抓住你的手 姐姐就不能考虑考虑我吗 我已经长大了 不再是那条小龙了 这家伙搞什么鬼 你放弃吧 我和岳华军这恩爱着呢 人家失落了 姐姐 我一定会让你喜欢上我的 这都什么乱七八道 神马 神马狗 你回到大殿 金凤感谢了你一番 等一下也没事 不如我去取珍珠吧 珍珠 我来了 珍珠 珍珠应该是这边 你看珍珠在哪 我都一清二楚 陶福在哪 我却不知道 好大的珍珠啊 要是在现代 咱就发了 你正寻宝寻的美滋滋 突然眼前一黑 对眼前一黑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那我们这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那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